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昊 为什么每次计划 总是你当头我当尾巴 小点声 那是因为你太小了 等你长到我这么高 你当头 我当尾 我 雷昊 你没事吧 没事 对自己发现的这些东西还满意吗 林医生 我不想这样的 但是他们已经发现我在帮你了 我如果不这么干 他们就会给我打药 林医生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不想变成黑熊 这个配方 虽然只有半截 但是明显是当年市井杰医生研制的 你就是梁光强临死之前 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那个人 梁光强 也是你找人灭的口吧 既然你都猜到了 你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 你为什么不继续进货 我的实验现在等着这个用呢 你怎么办 商会的庄先生已经看中了我们的项目了 所以我打算一周后 决赛上拍卖这些拳手 你可以不用继续实验了 什么叫 不继续实验 什么意思不继续实验 不是 现在这些实验品都还不成熟 不是 你现在把它卖出去 那样是会出事的 你总跟我说会出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怕我一旦赚了钱 就不继续支持你的实验 你也就救不了401那个人了 我说过 我帮你 就是为了让401那人活下去 那你就乖乖听话呀 否则我马上让它消失 你威胁我 立刻调配警力彻底封锁401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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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行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好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从现在开始到拍卖会结束 我都不许杨医生接近401 这个实验 我进行了十六年 十六年啊 这马上就要成功了 你不可以不让我继续下去呀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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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好好配合呀 我配合 先去把隔壁那个蟑螂处理掉 处理 如果我心情好 会让你继续实验 好 我马上去处理 我现在就去处理 对不起啊 兄弟 对不起啊 兄弟 我之前说过 你拼起命来那个样子 很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我告诉你 这个朋友他对我非常地重要 所以说我只能牺牲你来救他了 来 我打完了 继续